第1279章 航海图 上 庄睿 咱们可要封工手法呀 我可不想做回律师的老本行 见到庄睿发狠的样子 黄浮云不由在他身后喊道 以庄睿在国内的关系 如果想搞些威门邪道赚钱 那还真不是难事 得了吧你 工地这边看好就行了 最多一个月我就回来 庄睿没有回头 而是向后摆了摆手 这会儿他心里也郁闷着呢 以后花钱可不能大手大脚的了 万事都要留条后路 本来在奥门独马赢到的钱 被他投入到宣瑞道的防御武器上了 如果不然的话 即使留下一半来 也足够此次修建黄金城所用的了 当然 这世上也并非只有赌石和赌博才能赚到钱 在庄睿眼里 广博的大海中也是有着无穷无尽任他所取的宝藏 而且 这些自海中的宝藏 通常都是外国殖民地时期 几个大国从世界各地掠夺的黄金白银 艺术价值并非很高 对于卖出这些东西 庄睿毫无心理压力 在天津港停留没有多久的宣瑞号 又重新起航了 不过相比克莱德船长从非洲返航时的愁眉苦脸的样子 现在的他可是精神焕发 就连下巴上的大胡子都抹了发胶 精心地打理了一番 在宣瑞号驶出公海后 克莱德来到了甲板上 一脸产笑地对着正坐在那儿晒着太阳的庄睿说道 老板 您可真是言而有信哪 嘿嘿 咱们这次要打捞的是哪个时期的沉船哪 昨天接到庄睿的电话后 克莱德兴奋地在小情人的身上吃成了一夜 完全不像是个五十多岁的中老年人 要知道 之前还需要用蓝色小药丸进行呢 很显然 他热爱海洋 更甚于怀中的女人 克莱德船长 你希望咱们是去寻找谁的宝藏哪 庄睿拿起手边的啤酒喝了一口 笑了起来 这深秋出海 天气刚刚好 不冷也不热 吹着温序的海风 欣赏着海上的美景 如果不是船嫌过高的话 再吹吊一番 那才叫惬意呢 不过 庄睿此次出海 是带着金雕一起出来的 他和彭飞坐在甲板上 喝着啤酒 看着金雕时不时地从海面抓起条大鱼 那感觉是非常的好 哦 老板 你给我出了个难题 克莱德夸张地喊了起来 眼睛眨了一下 说道 难道咱们是去洛豪德岛 那里的海盗宝藏可是流传了好几个世纪了 克莱德船长 那里的宝藏不会是你的祖先留下来的吧 要不然 你怎么这么感兴趣呢 庄睿文言哈哈大笑起来 他知道 克莱德所说的洛豪德岛 那是一个比他曾经发现的克劳斯宝藏还要出名的传说 洛豪德岛位于澳大利亚 盖岛并非鸟语花香 景色宜人的圣地 然而 岛不再美 有宝则名 香川岛上曾有无数的宝藏 周围海底也铺满了耀眼炫目的宝石 在16世纪50到70年代的时候 西班牙人沿着哥伦布的航迹 远征美洲 从印第安人手里掠夺了无数的金银珠宝 还后 再满船舱回国 然而 他们的行动被海盗们察觉了 海盗们疯狂地袭击每一艘过往的商船 残杀船员 抢夺了大量的财宝 如山沉重的财宝 海盗们无法全部带走 于是 将剩余部分埋藏在了洛豪德岛 并绘制了藏宝图 海贼们发泄事 表示严守秘密 以图勇响这笔不义之才 那是 海盗们终归是海盗 哪有信用可言 一些阴谋者企图独吞宝藏 一时间 血肉横飞 一场火病后 留下了巨巨尸体 胜利者携带藏宝图混迹天下 过着花天酒地 娇舌淫逸的生活 而藏金岛的传说也不惊而走 风靡世界 在17世纪70年代的时候 一位名叫威廉·菲伯斯的人 在偶然中发现了一张 有关洛豪德岛的地图 图上并有西班牙商船的沉没地 他惊喜若狂 感觉到一个发财的机会到来了 怀吹着这张不知真假的藏宝图 威廉·菲伯斯登上了荒岛 四处勘察 然而却一无所获 有一天 正当威廉·菲伯斯徘徊海滩时 无意中缴陷入沙中 触及到一块异物 竟发觉 是一层精美绝伦的大珊瑚 而珊瑚内 竟又藏有一只精致的木箱 箱中盛满了金币 银币和珍奇宝物 菲伯斯狂喜万分 他在岛上待了三个月 疯狂地寻觅 整整三十吨金银珠宝 装满了他的纵帆船 他实现了发财梦 一时间 许多真真假假的藏宝图 应运而生 充斥着欧洲 高价出卖 不少发财狂们 重金购买 不惜血本 结果 不少人或葬身海底 或豹子荒岛 或苦苦寻觅 久远踪影 海盗的遗产 成了一个充满诱惑的谜团 不过 庄瑞对着流传了数个世纪的传说 并不怎么感冒 除非是无人居住的岛屿 否则 藏在岛上的宝藏 经过这么多年 早就被人给掏空掉了 哪儿还轮得到他去寻宝呢 老板 我要更正您的说法 我的祖先可是侠盗呀 像罗宾逊一样的人物 他们可是杀富济贫的 哪会有这么多的宝藏呢 终于能驾驶着轮船出海寻宝 克莱德船长心情大好 并不在意 庄瑞对他祖先的话语中 多有不见 自己也笑着拿仙人开起了玩笑 克莱德 咱们这可是打楼船啊 去岛上寻宝 岂不是等于问到渔芒吗 我告诉你 前不久 我曾经淘到过一张藏宝图 是有关于海洋沉船的 庄瑞其实早已锁定好了 此次打牢的目的地 但还是故意做出一副 神秘的样子 从兜里掏出了一张 泛黄的羊皮纸来 航海图 大胡子船长一把 将庄瑞手里的羊皮纸 抢了过去 拿在手里 微微地一端你 他就看出了门道 这是一张 应该是十六七世纪时 所用的航海图 顾名思义 航海图 就是用于舰船安全航行 和航海定位的海图 世界上最早的海洋地图 是十四到十七世纪的 波特兰性海图 专门供航海用 图上布满放射状的方位线 航行者借助这些方位线和 罗敬仪 可以随时的测顶 穿在海洋上的方向 这些航海图上 还详细地汇出了 海岸线 海湾 岛 岛 海角 浅潭 沿海山脉 以及有助于航海的地物 而此刻 克莱德手中所拿的这一张 就是波特兰性海图 不过这应该是只有半张 上面的图画 也由于时代久远 而变得有些模糊了 看到克莱德如获至宝的样子 庄瑞偷偷笑了起来 说道 没错 就是一张航海图 克莱德船长 你能从图上看出 这是哪一片海域吗 这张 应该是十六世纪末 或者十七世纪初的 航海图 从图上看 索瑞德的海域 应该是大西洋 可惜只有半张 我要和船上的 航海图比较一下才知道 老板 这张图中心点的位置 被仁为的加上了一个标注 我相信 那一定是沉船或者宝藏的所在地点 克莱德的神情有些激动 要知道 在航海图上 有着特别标注的东西是 一般都是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的 不是沉船所在的地点 就是海盗们的老巢 克莱德在说完这番话之后 深深地吸了口气 带着一脸恳求的神仙 看向庄瑞 接着说道 老板 您放心 只要半个小时 我一定能找出这幅地图的准确坐标来的 千百年来 海洋中的宝藏 吸引着无数寻宝人和探险者 甚至就在上个世纪 这些所谓的藏宝图一经发现 都会引起哄强 尤其是在克莱德眼中 这张航海图更是张无价之宝 庄瑞面色古怪地咳嗽了两声 说道 克莱德船长 没问题 这张图你可以拿去 不过 一定要妥善保管 小心 不要损坏了呀 一定 一定不会损坏的 老板 您就放心吧 听到庄瑞的话后 克莱德像是个年轻小伙一般 激动地蹦了起来 小心翼翼地 将手中的羊皮纸折叠好 然后 放到贴身的口袋里 转身出去的时候 右手一直都护在口袋旁边 生怕被人给抢去了一般 庄哥 您 您那真是什么航海图码 什么时候得到的呀 我怎么没听您说过呢 克莱德离开之后 彭飞一脸狐疑地看着庄瑞 这几年 他和庄瑞在一起的时间 甚至要比秦宣兵和庄瑞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 可是 他从来没见庄瑞向他炫耀过这张藏宝图呀 庄瑞不爽地看了一眼彭飞 说道 废话 当然是真的了 你小子 见过庄哥拿假玩意糊弄人吗 这东西 是从大卫的老筹里翻出来的 你当时没注意 那可难说呀 庄哥 您昨个儿可是一夜都没睡觉呀 彭飞嘴里嘟囔了一句 滚 就不信我和你嫂子亲热了 妈的 你小子昨天是不是一直听墙跟怎么着 庄瑞文言大怒 站起身 一脚踹向了彭飞 其实 他这纯粹是做贼心血 彭飞说的没错 庄瑞昨个儿鼓倒了一夜 就是为了做出这张 能以假乱真的航海图来 这张羊皮的确是真的 是庄瑞从海盗岛所得的 其历史 恐怕要比他所绘制的航海图 还要早上两个世纪 但是 羊皮上面所绘制的航海图 却是庄瑞同学 昨天辛苦了一个晚上 动用了许多现代化的手段 给抛制出来的 这其中 还借助了经大考古研究所里的 一些化学药剂 庄瑞抛制这张航海图 倒也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想为他此次海洋打捞 找个名目而已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他此次要打捞的宝藏 在历史上 曾经造成很大的轰动 如果宝藏浮出水面 相信 各方眼睛 都会盯着此事的来龙去脉 话说庄瑞平白无故地 制定一个海域 就说底下有宝贝 这未免过于玄幻了 加上庄瑞之前的表现 非得被人给盯上 所以 庄瑞才花费了不小的功夫 连夜赶制了出来 有的朋友说了 这要是被人给认出来 航海图是假的 那不是弄巧成拙了吗 但是 这种事情 基本上是不可能发生的 要知道 古董最难考证的 就是一针一钾 就像是有些瓷器 敌款是真的 但上面 却是做旧的 往往连航甲 都能给糊弄进去 庄瑞用的 就是这种手法 在真的羊皮卷上 挥制航海图 并且 运用化学手段 将其笔画图案做旧 即使用碳14的手法检测 也是无法说它是假的 长这么大 第二次作假 还完全是由自个儿亲手操作的 这还没来得及 芒果专家 就让彭飞这小子 给看出来了 庄瑞能不生气吗 第一次作假 当然是糊弄小鬼子那次了 说到这里 就顺口提一下 庄瑞在河北投资的那个 投资研究所 有了庄瑞的彩礼支持 徐国卿这两年多来 成功地仿制出了 宋古大名谣中的三种瓷器 虽然开始时 花费了不少钱财 不过 当烧制工艺和配方成熟之后 烧制成本就降了下来 由于徐国卿完全还原出了 宋瓷的烧制工艺 其烧制出来的瓷器 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准 和收藏价值 这也是他在陶瓷界的名声大造 诸多国家级博物馆 都收藏了他的作品 如此一来 只要是徐国卿出品的 现代陶瓷工艺品 在市场上的售价 甚至都要超过 清代末期的一些官药瓷器 这也让庄瑞的投资 都收了回来 现在在保持收支平衡的基础上 已经开始有盈利了 不过 徐国卿仿制古代瓷器 那是为了还原 已经失传了的 宋瓷手指工艺 而庄瑞做出的这张假的寒海图 却是实实在在的 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 得到那批宝藏而已 当然 任凭彭飞如何才 财测 庄瑞都不会承认 这玩意儿 是他仿制出来的 否则 他根本无法解释 如何能准确找到 沉船地点 庄 老板 天哪 我 我想 我找到了这张 航海图所对应的海域了 正当庄瑞和彭飞 坐在甲板上 喝着小酒 吹着海风车淡的时候 耳边突然传来了 克莱德大呼小叫的声音 回头望去 庄瑞不禁哑然失笑 也不知道这半个小时 克莱德干了什么 此时出现在甲板上的他 头上的帽子已经歪了 连嘴边树里的井井有条的大胡子 也是一边翘起 看上去滑稽无比 克莱德船长 我认为一个合格的船长 应该是伟绅士呢 您怎么搞成这副样子了 庄瑞笑着和克莱德开起了玩笑 认识他有几年时间了 庄瑞还真是第一次见到克莱德如此模样 老板 我会证明给您看 我是否一个合格的船长 先不说这个 您早已考证出了这地方 对不对 兴冲冲的来到庄瑞面前 克莱德压根就没拿理庄瑞的玩笑话 一把将庄瑞面前茶几上的啤酒 扫到了甲板上 迫不及待的 把手中的一张航海图 还有羊皮卷 铺在了上面 当然 我当然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 庄瑞点了点头 开什么玩笑呢 为了将这片海域的地图给调出来 庄瑞差点没求到欧阳磊的头上去 不过私存再三之后 庄瑞还是在网上插着的地图 并且将其做得含糊不清 这样才更符合古代航海图的特征 老板 这地图上的海域是在大西洋维格湾的附近 对不对 克莱德一边说话 一边将手中的两张航海图摆在了一起 指着两处线条完全一样的地方 说道 老板 这是黄金船队的宝萨 我们要发达了 一向都表现得温文尔雅的克莱德 此时歪戴着帽子 脸色清净毕露 咬牙切齿的样子 糊涂脱的就是一现代加勒比海盗的模样 克莱德船长 他连连摇头 说道 不会的 老板 虽然每年都有人在那里打捞 不过 他们都没能拉到什么值钱的东西 而且 您看到没有 这张地图的坐标 并非是在维格湾内 而是便利出去将近一百海里 那里 更不可能有人关注了 克莱德的话 还真是让庄瑞 对他有些刮目相看了 那点偏差 是庄瑞故意做出来的 而实际的沉船位置 还要再偏上一些 原本庄瑞还想着 找机会提醒一下克莱德 没想到 这老家伙自己就看出来了 倒是省了庄瑞不少的口舌 我说 庄哥 克莱德船长 您两位能不能先停一下 给我说说 这什么叫黄金船队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克莱德和庄瑞讨论的热火朝天 确实让一旁的彭飞听得 如在云里雾里一般 摸不清头脑 彭飞同学连国内历史 都没有考及格过 更不用提 国外几百年前的事情了 啊 克莱德船长 你给彭飞普及一下 这方面的知识吧 见到克莱德兴奋的满脸账红 庄瑞知道 要不给这哥们个说话的机会 估计 只能一脚把他踢到海里 才能让他清醒些了 彭 我跟你说 这黄金船队可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笔沉船宝藏 那是发生在 克莱德不愧祖辈都是当海盗的 提及航海史上的事情 一点都不含糊 原原本本的将黄金船队的来龙去脉 给彭飞介绍了一遍 要说这件事情 还是要先介绍一下当时的年代和背景 事件发生在1702年 那时候 海商霸主西班牙正和英和联军争夺海商霸权 不过 当时由于各方面的原因 西班牙国内的财政 已经陷入到了十分困重的境地了 在1702年的6月 一直由17艘大帆船组成的庞大船队 遵命载着从南美洲掠夺的金银珠宝 胡苏的运回西班牙 这只船队 在后世被人称之为了黄金船队 正当黄金船队驶到亚苏尔群岛海面时 突然 一只英和联合舰队拦住了去路 这只150艘战舰组成的舰队 迫使黄金船队驶往维格湾躲避 随之 就被英法联军堵住了海路 面对强敌的包围 按理说 唯一而且最好的办法 就是从船上卸下财宝 从陆地运往西班牙首都马德里 但偏偏当时的西班牙国内 有个奇怪的规定 凡从南美运来的东西 必须先到塞维利亚时验收 死板的西班牙人 不敢违反命令 从船上卸下珍宝 不过 在皇后玛丽德萨瓦的特别命令下 国王和皇后的一小部分金银珠宝被卸下 该从陆地运往马德里 在围困西班牙船队一个月后 银河联军约三万人 在鲁克海军上下指挥下 对维格湾发起了猛攻 三千一百一十五门重炮的空击 摧毁了炮台和障碍炸 西班牙守军全线崩溃 由于联军被眼前无数珍宝所积攒 战斗进展迅速 港湾很快沦陷 此时黄金船队总司令 贝拉斯科绝望了 他下令烧毁 运载金银珠宝的船只 瞬时间 维格湾成为一片火海 除几艘帆船被银河联军 及时俘获之外 绝大多数葬身海地 在战争结束之后 人们纷纷把目光 盯在了这些船队内的财宝上 根据被俘的西班牙海军上将 恰恐估计 十七艘大帆船上 总共约有四千至五千辆马车的 黄金珠宝 沉入了海底 这一数据 让当时的英国人和荷兰人 疯狂起来 只是 让世人奇怪的是 尽管英国人冒险 多次潜入海下 也仅仅捞上来很少的战利品 于是 这批宝藏 强烈地吸引着 无数的寻宝者 从此 在近一千海里的海底 出现了一批批冒险家的身影 他们有的捞起 已经空空如也的沉船 有的却得到了纯绿宝石 紫水晶 珍珠 黑湖泊 等珠宝翡翠 有的仍用现代化技术和工具 继续寻觅 随着岁月推移 风浪海潮已经是宝藏 蒙上了厚厚的泥沙 众多传闻 又是宝藏增添了几分神秘 无疑给冒险 带来了太多的麻烦